从古至今 最强的海洋生物到底是谁 七千万年前 地球城出现一个顶级的海洋猎试者 在他的眼里 所有的海生物都是任其宰割的羔羊 他生性残暴 成为了当时最强的海洋生物 他就是苍龙 有很多粉丝留言 让小马子安排的苍龙 今天终于来了 小马哥每天都会看粉丝的留言 如果有想看的生物 我都会尽量满足 欢迎大家来给我留言吧 苍龙生活在最近七千万年前的白恶界 当时恐龙主宰着地球的陆地 而霍夫曼苍龙则是海洋里的霸主 科学家通过苍龙画师特算出 成年苍龙体长大概在17米 体重20度 相当于一辆 加成版的超级工作车那么大 虽然这家伙体型巨大 但行动起来却异常灵活 这是因为他的尾巴占据了身体的弹弹 长行讲通的大尾巴 在海洋里保持高频率的振动 可以为苍龙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再配合四个船桨一样的脚步 在追击猎物的时候 他可以瞬间爆发出48.3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 这家伙在海里 那就跟油门踩到底的海上摩托车一样 速度搜地下拉满 火力全开 除了拥有顶级的速度 这家伙的攻击力也是强得可怕 苍龙的牙齿锐利 弯曲成道孤状 双颗在咬合的同时 会产生巨大的敏驱力 科学家通过头骨画师特算出 这家伙的咬合力 可以达到7.1吨 配合上他的牙齿一口下去 足以把猎物拦腰咬断 作为一个海洋生物 他的咬合力几乎和把王龙持平 这也是相当不易 强大的攻击力加上极限的速度 苍龙在当时的海洋里 属于能横着走的大疙瘩 这家伙脾气很可暴躁 只要是被他给盯上了 吃得把猎物追不到手赶尽杀绝 他才肯善罢甘休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海洋帕主 他其实是一个陆地生物 起初科学家认为他是海洋生物 但通过完美的化石比对 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家伙 是用肺部呼吸的 直到1989年 科学家从土地里找到了 9500万年前远古西异的化石 人们才发现 原来苍龙的祖先 本来是在陆地上生活的牙齿 体型也仅有一米多而已 因为陆地上的天机太多 为了活命 它只能淘进相对安全的海洋里生存 那它是如果从一米多的小牙齿 进化成15米以上的海中霸主呢 对于海洋生物来说 牙齿只不过是一个波奇眼的外来物种 其初它们也只能在浅海地区 勉强狗活 刚好当时海里的资源丰富 食物充足 海水浆软 给牙齿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 这家伙野心就比较大 不断地迫使自己进化 变得更强 从毫不起眼的牙齿 变成了食物命伤 体重20吨的苍龙 它只用了900万年的时间 在海洋里 它也只用了500万年 就把竞争猎手赶尽杀绝 成为了白河期末期最强的海洋生物 直到最后 随着天外流星的来袭 苍龙和恐龙的故事 也画上了句号 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关注小瓦哥 下期带你看 苍龙决斗巨齿杀 到底 谁才是海底最强